开花老爷爷 从前有一位勤劳的老爷爷 他每天带着自己养的小狗下地干活 这天 哎呀 你是叫我挖这里吗 老爷爷对着小狗跑的地方用锄头往下挖 哇 金币 坏老头听说了这件事 也想让小狗带他去找金子 把小狗借我用用 快住手 坏老头赶着小狗去找金子 小狗随便用爪子拍了拍地上 坏老头赶紧开始挖 哎呀 金子快出来 你居然敢用垃圾坑啥 坏老头生气地抓起了小狗 摔在地上 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爷爷终于赶了过来 他看着地上的小狗 难过地大哭起来 悲伤的老爷爷将小狗埋在了自家的田里 插了一根木棍 第二天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土堆上的木棍变成了一个木舅 老爷爷拿着木舅回家捣起了年糕 没想到从年糕里冒出了一堆宝贝 木舅借我拥拥 坏老头抢走了木舅 也捣起了年糕 这年糕里面冒出的全是石头 讨厌的木舅 我要烧了你 坏老头把木舅烧成了灰 倒在了老爷爷家 神奇的是 掉落的木灰 让老爷爷院子里的枯树 立刻开满了花 一个官老爷经过 他被这一棵枯树开关的景色惊呆了 哎呀 真是妙景啊 来人 赏照顾人家 老爷爷感恩地收下了一大袋钱 坏老头赶紧回家 掏了一大把灰 冲了出来 是俺让枯树开花的 俺要赏钱 坏老头将手里的灰 撒向枯树 但这棵树什么变化也没有 脏兮兮的芦灰 还落在了官老爷的身上 气得他 胡子都翘了起来 来人 把这个骗子抓起来 老爷爷因为自己的善良 得到了奖励 而爱干坏事的坏老头 也终于得到了惩罚 不发行 并不响 不顾 舊帐